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 大家好我是合作小猫 大家都知道在七战长游戏天堂独家村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因人bug 就是视频中显示的这个天堂独家村 最大阁楼二楼这里的一个实质沙发椅这里 最初呢这个bug是可以躲在这个沙发椅后面向外偷袭 用来堵人的 不过在最新版本中呢这个bug总算也是被修复了 堵楼梯的bug被修复了 大家不要担心 小猫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堵门的小技巧 咱们顺着原先楼梯的这个护栏上面 跳到护栏上面 然后直接跳到这个隔壁的屋檐上 顺着这个屋檐一直向前走 走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椰子树 这个椰子树咱们其实是可以跳上去的 使用咱们的信仰之约把握好力度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某某点呢主要是用来堵路的 而且它跳上去的难度也非常的高 并不是我们要找的堵门的小技巧 咱们顺着这个屋檐接着向前走 然后可以跳到这个天堂度假村的围墙上面 在围墙这里有一棵比较矮的叶子树 这棵叶子树就比较低了 咱们直接跳一下 简单轻跳一下就可以上去了 千万不要拉着轮盘往前动 否则就很容易掉下来 跳到这个树的头上之后 咱们可以蹲下趴下 可偷袭可开火 关键隐蔽性还挺不错 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可以看到天堂度假村最大阁楼这里的出口 天堂度假村来来往往的人这么多 这个出口多多少少就会经过一两个人 咱们在这里顺势偷袭一波 也是相当不错的 大家最后提醒一下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这个小椰子树是怎么上去的途径方法 喜欢的小伙伴们赶紧收藏吧